Congratulation your film raking about 300 million dollars in the first week after it was released and some say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for its cypher film production Do you think it is accurate to say so? 我是这么理解啊,元年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历史概念 我觉得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 之后可以成规模的像好莱坞一样 每年都有若干部优秀的科幻片出现 那么我们过十年二十年之后 再倒回来看 看它的那个爆发点在哪 我们可以称之这个点为元年 但是如果这个点之后后边又陆陆续续 或者很长时间并没有出现科幻片的话 那它也没有办法称之为元年 它只是某一个单点而已 所以在这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让它成为元年 是因为如果流浪地球可以给中国科幻类型 让更多的投资人看到这个可能性的话 那么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到这个方向来 所以你可以说就不用紧张的和服装 所以你自己也也去到加利福尔西 去找一些不思维的交友 什么在那儿啊 你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故事 主要是去到那边看到的最大的是我们工业化的那个差距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 我们还是处在手工 中国的电影工业还处在手工桌坊的一个阶段 而他们的体系化跟专业化的工业化的流程也相当完善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好莱坞的差距 其实具体的拍法上并没有说多大的本质的区别 而是说我们的观念上在对工业的认知上的一个巨大差距 所以在你的剧场上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热闪 影响了传统的中国的文化和价值 很多外观观众们都在专注于这些 我们并没有看到超级英雄 像我们在传统的 Hollywood 剧场上 我们看到全人的决定我们的责任决定 要救救世界 他们认为这些都很特别的 什么意义上的 你们如果觉得奇怪的设置 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吗 就是我们独特的 中国并没有超级英雄 我们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影片中所展现的这些所有人都是普通人 但是就是他们这一个一个的普通人 在关键时刻是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决定 让他们成为了英雄 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 这个可能更偏向于集体主义的一种表达 但是这种表达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这又是一个独特的 So in this film This is the first step you call it Right And this is pretty high And we probably have reached the threshold of the Hollywood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ies we use So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When it comes to sci-fi film production Imagination or hardcore knowledge of science Or mind-blowing visual effects 做好科幻片的核心 其实就是做好一部电影的核心 其实跟那些都没有关系 这个核心的就是人跟情感 所以任何一个影片 不管它是什么类型 我觉得这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有鲜活的人物 有可以和我们产生共情的情感 我们现在跟好莱坞的差距 就我们这一次拍摄完成到全部后期完成之后 我觉得在实际拍摄这个阶段 我们的差距在25到30年 那么特效的制作的后期阶段 我们大概差10到15年的时间 这个片子只是看上去有些接近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因为我们避开了很多东西 不过我通过这一次的影片拍摄 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通过10年的时间 去追赶到好莱坞中 就当下好莱坞中上等的一个水准 就会发生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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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